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精神 坚持把百姓呼声作为第一信号 统筹推进生态环保和粮食生产工作 坚决抓好生态环保督察整改 因时质疑做好秋收工作 全力夺取粮食丰收 烧锅镇原第二基砖厂回田建筑垃圾被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列为典型案例 景俊海实地督办检查 看到大型挖掘机械贸易作业整改工作有序进行 他急于肯定 景俊海强调 要深入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 层层压实责任 切实解决好百姓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 确保改到位 改彻底 不反弹 真正让群众看得到成果 感受到变化 要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强化综合治理 系统治理 源头治理 大力推进生态修复 持续改善空气质量 水环境质量 土壤环境质量 要举一反三 全面排查 标本监制 科学推进全量无害化处置 彻底清理整治垃圾污水处置不当造成的污染问题 要加大洁污制污力度 紧密结合海绵城市建设 合湖湿地连通工程 加快推进雨污分流改造 彻底消除黑臭水体 有效改善合湖水质 和龙镇重医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拥有各类农机160多台 景俊海详细了解各类农机用途 要求合作社持续引进高效农机 加快检修改装作业 确保满足秋收需要 烧锅镇新立村农田里 一炷炷玉米迎风而立 子力饱满 景俊海来到田间地头 看到作物长势喜人 粮食丰收在望 他非常高兴 景俊海强调 要因地质疑 推广街杆还田保护系耕作 探索多元化黑土地保护模式 切实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 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 要坚决实行街杆全域进烧 扎实推进街杆五化综合利用 重点实施街杆还田 街杆变肉 多挫并举 促进街杆资源 吃干榨净 要进一步增强粮食生产 全链条 全过程 全环节技术方法 科学性和实用性 不断提高农机装备使用率 以先进农业科技赋能 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要坚决扛稳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扎实做好粮食收获 量晒 收除等各项秋收准备 着力畅通粮食收购渠道 确保粮食增产 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要坚决防止发生 重特大道路交通安全事故 为秋收农民提供 从村头到地头的公共交通服务 确保安全出行 方便出行 胡家福 张志军 韩福春参加活动 10月9号 省委副书记省长韩骏到林树县 就秋收 接杆综合利用 粮食收储及肉牛产业发展 等工作调研 并按照省委统一安排 到支部联系点座谈交流 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 扎实做好秋收工作 全力夺取全年粮食丰收 坚决扛稳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坚持党建引领 强化产业支撑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真正让农业强起来 农村美起来 农民富起来 秋收正当时 在黎树镇北老豪村 韩骏深入田间地头 辽收成茶田笼 问成本算效益 强调要抢抓有利时机 加强农机具调配 强化收处运各环节管理 减少损耗 确保颗粒归仓 要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 科学推进接杆还田 在有条件地方 示范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 要在人才引进 专精特新企业认定等方面 加大对农机产业发展的 扶植力度 加强与头部企业合作 研发推广智能 高端安全农机 在荣盛粮食收处有限公司 韩骏强调 要完善粮食烘干 检验检测等设施 组织好粮食收处 和市场化收购 安全储粮 储好粮 仓储企业要积极探索开展 为农民合作社代储业务 保障好粮农利益 实现互利共赢 在养牛大户刘昭财家中 韩骏鼓励他扩大养殖规模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要求有关方面 要加快扶持肉牛产业发展 各项政策落地落实 强化金融信贷精准服务 强化饲料 配种 防疫 兽医 销售等社会化服务 加强两种繁育体系建设 打造优质种牛供应基地 支持组建农民养牛专业合作社 以村庄为单位 制定实施肉牛产业发展规划 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等空闲土地 规划建设标准化牛舍和牧业小区 解决好肉牛产业发展用地问题 韩骏贸易来到巴里庙村街杆还田现场 他强调 要推进农机农艺等技术创新升级 处理好街杆还田和街杆变肉关系 推进畜形粪污屋还田 真正把资源吃干榨净 进一步丰富梨树模式内涵 韩骏在回访刘叔梅家文化大院时强调 要总结推广文化大院 道德银行等好经验好做法 发挥文化大院聚人心乐生活功能 让村民生活富起来日子美起来 调研期间在村两委会议室 韩骏主持召开座谈会 与党员干部群众代表深入交流 韩骏强调 林树县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过的地方 一定要把总书记的亲切关怀 转化为强大动力 不等不靠不要扎实做好工作 在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建设农村基层党组织 推动共同富裕等方面走在前列 努力做乡村振兴的领头羊 陷于经济发展的排头兵 他强调 一要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 做到学党史 听党话 赶党恩 跟党走 二要总结推广实施离树模式 保护利用好黑土地 这一根地中的大熊猫 进一步稳定粮食生产 三要振兴乡村产业 扩大肉牛养殖规模 加快发展蓬勃经济 大力发展采摘农业等乡村旅游 把合作社办得更加红火 四要推进美丽乡村重点线建设 高质量编制实施 村庄发展规划 完善文化等公共服务 改善村庄人居环境 培育文明相风 良好家风 淳朴民风 五要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坚持抓党建促发展 抓党建促振兴 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让党员成为一面旗帜 联系群众 组织群众 服务群众 多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韩服春安贵舞 参加相关活动 10月9号 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 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深刻总结孙中山先生 和辛亥革命先驱 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 动员呼吁海内外中华儿女 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携手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 继续奋勇前进 引发我省社会各界热烈反响 在辛亥革命110周年 中文官党成立100周年 这个重要时刻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民族复兴的大坐标上 回望历史 抛袭现实 展望未来 可以说讲话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注入了强大思想和行动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 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指出 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征程上 一座危然毅力的里程碑 我们听了之后备受鼓舞 我们将按照总书记的指示要求 发扬党派的工作特点 对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祖国统一大业 尽我们民革党员的一份力量 大家表示 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 并呈先驱一致 砥砺奋进 宁心俱力 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昂首进军 我作为一名民革党员 首先要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 发挥自己的特长 提出高质量高随性的建议 积极主动践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绿色发展理念 立足岗位多做贡献 我将带着社区全体党干部 积极开展新生态文明实践活动 让群众感受到党的温暖 一同前行 我们要将炽热的爱国情怀 转化为刻苦学习 力争上游的奋斗精神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吉林省东风县 是我国著名的农民化之乡 2009年 东风农民化 被列入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眼下当地的农民化创作者们 一手拿锄头 一手拿画笔 正努力探索着一条乡村文化 与农村产业深度融合 互促发展的振兴新路 这两天 东风农民化非一传承人 李俊敏的个人画展 正在当地文创基地展出 李俊敏创作农民化 已有50多年 是东风农民化的创始人之一 农民化就是画农民的生活 画农村的场景 如果你没有这些生活 没有这些场景 你根本画不出来 你比方这幅画 它就是在一个很高的角度去画的 我站在那个农村的大车 站在车底上往下这么看 回去画的 两年前 东风县成立了文创基地 如今这里不仅定期举办画展 还是当地农民化创新设计研发中心 李俊敏擅长画的牛 也在这里衍生出了创意新品 您之前画的一个牛的 这个是上回咱们以牛为主题的 画的农民画 这样跟蒲公英茶他俩去结合 起的新名叫黑土白蒲 这就文创加农创 把农民画和农产品做了一个新的结合 你看看这个怎么样 有创意 53岁的张明云是李俊敏的第一批学生 大半辈子时间都用在了画画和种苹果上 今年秋天 他家的果园硕果累累 但受境外疫情影响 苹果出口困难 上门收果的人少之又少 刚摘下的一万多斤苹果 张明云家只能雇车到市里的批发市场 连夜售卖 去年张明云家的苹果一箱能卖60多块钱 可今年降了一半的价格 还是卖不动 这一夜张明云想到了老师李俊敏的文创新农品 他决定也要做一个大胆的尝试 回家后他连夜画了一个自己和女儿摘果时的故事 第二天一早就拿着画跑到了文创基地 画的就是我在忙的时候摘果 两个姑娘嘛 一个点咬一口 一个点咬一口 咬了很多 因为是绿色食品 直接在树上就能吃 吃一个树上就吃 你这种题材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农产品需要一个更高的富能 你既是农民化石 往你家又自产农产品 我觉得正好跟我们的逻辑思维也是一样的 把文创和农创结合在一起 经过几轮设计打磨 现在张明云的画被印在了包装箱上 他的苹果也即将通过电商平台进行销售 在包装箱里还有一组商品服务卡 这是张明云特意创作的白苗画 画的是他一年四季种苹果的过程 消费者可以在上面涂色 在品尝苹果味道的同时 也能体验到农民化的创作过程 没想到还能把我的画也能够宣传出去 这个是我意外的收获 从农民化到农产品 一个新时代的代表我们乡村的这款特色产品 很快就要面世了 我相信未来一定可惜 太好了 谢谢 今天在东风县 有着一万两千多名 像李俊敏 张明云一样的农民化民间创作者 农民化既是东风一张文化名片 也是当地年销售额达三千万元的文化产业 而现在我们看到 东风农民化与农产品结合 将乡村文化元素融入农村产业 又走上了一条振兴新路 文化振兴不仅能够夯实乡村振兴的精神基础 与产业振兴相结合后 更能创造出新的活力 为乡村振兴铺路大桥 在农民化创作者们笔下 我们正在汇旧一幅乡村振兴的新画卷 10月8号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 由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解读 关于加快推进全省蓬膜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 政策文件由总体要求 重点任务支持政策和保障措施等四方面内容构成 其中在总体要求部分 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吉林黑土地资源禀赋 和东北冷凉气候优势 重点培育打造国家北方优质下菜南运基地 冬季城市菜篮子保障基地 和长白山明优山野菜基地 同时在重点任务部分 部署了十四五期间 推动全省蓬膜经济发展 需要重点抓好的八项工作 在支持政策部分 共研究制定了九项具体支持政策 在保障措施部分 具体明确了四条措施 此次省政府专门出台政策文件 支持蓬膜经济高质量发展 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就是要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进一步提升全省菜篮子保障供给能力 为全省乡村振兴提供重要产业支撑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 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 激励全省广大公务员 立足本职岗位 争创人民满意业绩 省委省政府决定 授予刘斌等50名同志 第七届吉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 授予中共榆树市委 榆树市人民政府信访局等24个集体 第七届吉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称号 今天起本台推出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系列报道 展示这些优秀公务员和公务员集体 尽职尽责担当作为的新时代风采 今天走进中共榆树市委 榆树市人民政府信访局 接待来访群众 组织各相关职能部门协同处理案件 是榆树市信访局每天的工作常态 多年来榆树市信访局坚持以阳光信访 法治信访 责任信访为目标 压使首接首办责任制 对初信出访实现集接集办 做到简单问题两个工作日拿出解决方案 复杂问题五个工作日内拿出解决方案 2019年 榆树市畜牧局下属两个事业单位的 25名职工反映 从2000年事业单位改革 改成自收自职之后 因单位没有收入来源 工资医保社保一直没着落 生活困难 接到来访后 榆树市信访局立刻展开调查 组织相关部门多次召开研讨会 并借鉴周边县市同等问题处理方法 将25名职工分流到畜牧局相关科室 工资由财政全额保障 医保社保问题同步解决 现在能把这个问题给我们解决了 退休了以后都有了保障 我们没有后补自由了 我们非常满意 2019年 榆树市土桥黑林等五个乡镇 700多户农民反映化肥烧苗问题 榆树市信访局当天就成立了工作组下乡取样 并联系省级农业专家进行化验鉴定 在明确了主体责任后 信访干部们与省内外五家涉案企业一一交涉 为农民争取回了751万元的赔偿款 我们这老百姓找人厂家 厂家迟迟不来 我们还找不着 所以说非常感谢信访局给我们办了这么大的事 为更好服务群众 榆树市信访局的18名信访干部 每天24小时开机待命 时刻坚守信访第一线 多年来 先后获得全省信访基案化解 攻坚工作突出贡献集体 长春市治理重复信访 化解信访基案专项工作 优秀集体等荣誉称号 今年以来 受能源价格大幅度上涨 煤炭需求超常态增长等因素叠加影响 全国范围内出现煤炭电力供应紧张状况 自9月10号起 东北三省实施限电 为保证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正常进行 吉林省委省政府坚持全省一盘棋 以组合拳方式 打好煤电热宝供 供奸站 确保平稳有序供应 为应对全国性缺煤缺电 特别是东北地区供电紧张问题 我省第一时间成立煤电热宝供工作 领导小组 组建工作专班 先后八次召开 煤电热宝供工作调度会议 省政府工作专班 驻守在国网电力基林公司 实行日调度日协调日报告机制 解决具体问题30多个 动员全社会按照政府批准的 有序用电方案严格执行 对高耗能企业 高污染企业率先实施了 有序用电和轮停措施 实时发布用电信息 一对一的服务引导客户 错峰避风 坚决手牢限电不拉闸 限电不限居民的红线和底线 为了稳定煤炭供应 我省五路并进 在内蒙古东部 争取到以长期协议价 购近560万吨煤炭的支持 推动新增长鞋煤486万吨 进口煤方面 我省加快国外煤进港落地 9月进口外煤30万吨 自产煤方面 推动省内煤矿 在确保安全前提下释放产能 日产煤有2万吨提升到3万吨 年底前增产约100万吨 市场煤方面 9月28号以来 协调各银行 给予四大发电公司 一项贷款41亿元 用于煤炭采购 目前22家主力电厂库存 159万吨 比最低时增加60万吨 库存7天以下电厂全部清零 国庆期间 我省实行有序用电次数 东北三省最少 没有拉闸限电 在9月27日到10月2日 这6天时间里 我们陆续启动了6台机组 增加了近120万千瓦的发电负荷 也为有效缓解 咱们吉林省有序用电的现状 也提供了油力支撑 沈工信厅制定 有序用电企业清单 对民生用电和重点单位用电 应保进保 对工业增加值 贡献大的关键性骨干企业 尽可能保 对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企业 率先执行有序用电和轮停措施 同时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 和全社会节约用电 在电网车呢 我们积极地协调 那个东北电网公司 来构筑猛东电力 目前呢 吉林省的电力供需 基本上达到了平衡 所以能够满足咱们吉林省 经济社会发展 和咱们居民用电的需求 长春站自2021年10月11日 零时起实施新的运行图 除明确指定 新旧交替日期的旅客列车外 其他旅客列车均按 新时刻 新车次 新亭站 新静路 新编组运行 条图后 长春站开行旅客列车354列 长春西站开行旅客列车170列 龙虾站开行旅客列车50列 此次条图 长春站共增开旅客列车4列 优化调整运行区段14列 调整旅客列车 倒发时间112列 本次列车运行图调整 将长白屋方向的 34列动车组车次 首位数字的1去掉 数字位数有4位降位3位 例如长春到白城的 乘1511次列车 改为乘511次 目前敦白客运专线 已进入连条连试阶段 随着敦白高铁的开通运营 长春站将加开 长春至长白山的 动车组列车一共是14列 方便旅客的出行 长春站提醒广大旅客 条图后旅客列车开行 相关服务资讯 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 手机客户端微信 渠道查询 或及时关注车站公告 今天是第三十个世界精神卫生日 主题是青春之心灵 青春之少年 各地举办多种活动 助力青少年心理健康 在长春市第六医院 来自东北师范大学 齐齐哈尔医学院的学生代表们 和医务人员一起 通过手语操脱口秀表演等方式 传播心理健康相关知识 助力青少年提升心理调试能力 我们家长和父母 很好的重视儿童的心理的发展 和心理的形成 那这样的话呢 也就不至于 它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 出现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的问题 和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 通话市多所学校 通过主题班会问卷调查 邀请心理专家答疑等行事 帮助学生们舒缓心理压力 学习自我减压 我们要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式 去发现调整好自己的心情 更好的进行以后的生活和学习 通于研集四平白山等地相关部门 通过设置宣传展台 文艺演出 心理健康一诊等活动 倡导全社会关注精神健康 近年来 精神卫生专业人才紧缺状况 得到缓解 截至2021年8月 全省登记在册的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管理率95.57% 规范管理率94.68% 各项指标均排在全国前列 日前2021梅河口健康跑活动 明强开跑 健康跑全程约9.5公里 起始点为梅河口市体育场 途径现代服务业示范区 海龙湖公园 人民公园 城市客厅水系 东北不夜城 梅河口市及周边地区 700多名参赛选手参加 以奔跑倡导全民科学健身 下面来看我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的情况通报 10月9号凌晨24时 全省无新增确诊病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 新闻播送完了 更多新闻资讯 欢迎关注吉林新闻联播的 微博微信和及时通客付段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